小林是位年轻的孕妈妈,和丈夫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,由于没有做孕前检查,心里一直没底,担心宝宝能不能健康发育。 小林是一位非常用心的孕妈妈,每天都会记录妊娠情况,一旦出现什么症状马上咨询,像小林这般孕后紧张的孕妈还是挺多的。 其实只要做好孕期检查,平时注意饮食和情绪调节,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。 孕中晚期,孕妈妈一般会出现肌肿痛,后两种最好注意一下。 一,胸部胀痛。 胸部变软,胀痛,从女性怀孕之初就会出现,由于心肌素的刺激,孕妈妈胸部不停会长大摔痛,还会有黑色素沉淀,乳润变黑。 这都是正常的,妊娠症状,孕妈妈们不要凝慌,平时可以适当的按摩或者热敷一下,可以缓解胀痛不时。 注意按摩时间不要太久,也不要过于用力,以免伤到乳腺,又发炎症等。 二,腰背酸痛。 孕中期开始,不少孕妈妈开始有了腰刷的感觉。 孕25周后,此功夫增大明显。 不过隆起,重心前移,为了保持平衡,孕妈身体会向后倾斜,重心向后转移到了臀部长方,需要腰椎和腰部的肌肉来承担上半身的重量。 此外,胎儿越来越大,对双腿也会产生压力。 加上孕期往常黄体分泌的松弛激素松弛肌肉,吃脊椎的弯度加大,也容易腰酸痛。 孕妈可以适量的运动缓解酸痛,带体量注意休息,平时走路不要太久,也不能久坐。 总之,适量的运动,科学的休息。 3. 持骨痛 运满期持骨痛比较普遍,尤其是在站立、折动、上下楼梯时,疼痛特别明显。 持骨痛的原因很多,系组运前就有持骨痛。 骨盆意味,多包肝,巨大耳等等。 持骨痛最好是检查一下,如果是因为骨盆排列不正常导致的疼痛,要做好预防流产。 开肺不正的问题,持骨痛由于可能引起流产和开肺不正。 建议女性在怀孕前检查一下脊椎和骨盆,部分问题可以在孕前解决。 4. 喷骨痛 运满期喷骨痛是比较普遍的问题,因为胎儿八育子宫会撑大,对喷骨产生压力自然会有疼痛感。 再加上孕期激素分泌变化,也会导致喷骨痛。 但是,喷骨痛也不排除是由于月妈缺盖所致,所以,喷骨痛也要注意了,看看是不是日常渗入炭料不足,以免影响胎儿的骨骼发育。 这妈妈们,这几种痛已经历几个了,要注意做好检查,祝健康好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